那些曾经说杨子和肖战不辟谣 是为了给余生请多指教制造热度的人 你们给我站出来好好看看 在电视剧还没有播出来的时候 他们连见面都没有 如果早知道就要制造热度的话 杨子应该在和景博然一起直播的时候 好好宣传一下 难道那时候造热度不好吗 非得等到电视剧都播完了再来辟谣 想想是不是都会觉得哪里不对劲 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来了 我最近也更新了好几期 有不少网友跟我说 他们之间到底是真的有绯闻还是吵CP 还是仅仅是因为给电视剧增加热度啊 为什么总是这么多绯闻 为什么杨子去看了演唱会就会有绯闻 而看了话剧就没有绯闻 肖战和别人吃饭就没绯闻 和杨子一起就有绯闻 难道是他们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 电视剧已经结束这么久了 大家都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个人身上 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吧 拜托了各位 你会在26岁年级 选择放弃自己风生水起的设计事业 开始走进演艺圈吗 肖战就是这么做的 在他26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 幸亏上天给了他足够的天赋 再加上肖战自己的努力 真正实现了的逆风翻盘 但与此同时也让肖战一举变成大龄单身男青年 看来你得到什么 势必就会失去什么 最近肖战和杨子之间的绯闻 真的算得上是满天飞 之前和肖战有绯闻的女明星 他都会出口否认 这次和杨子之间的绯闻却罕见沉默了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肖战的眼神中入坑这个CP 毕竟随时随地盯紧杨子的肖战大男孩 真的是有点太特别 真的特别期待他们在一起 至于他们两个之间具体的情况 也只能交给时间证明了 但不难看出 在面对小猴子的时候 肖战可不是一点点幼稚 真的把自己可爱大男孩的杨子展现出来了 真的太好课了 我有权怀疑这个是临场发挥 肖战都愣了好几秒 注意看肖战的面部表情 一看就是蒙住的感觉 再看后续的两个人的感觉 亲闻上去特别的甜蜜 真的像热恋的情侣所有的样子 最近肖战和杨子的近况 都被大家所好奇 都在从一些蛛丝马迹中 寻找两个人在一起的证据 这不眼间的网友发现 在5月10号这个神仙日子 肖战和杨子两个人 同时先后发的微博 然后彼此的工作室也是 这让我们这些 本来准备出坑的吃瓜群众们 瞬间又回到坑里静静等待 最近杨子因为某些原因上热搜 今天又是余生剧组发新鲜照片 又是两只小可爱 同时在不同时间段更新状态 这样我们这些CP粉怎么办 也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们一大群人在这干着急 真的好期待他们在一起啊 毕竟大家都觉得 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太般配了 只想问一句 杨子到底是什么体质 怎么能让那么多男明星喜欢 若是杨子是团妻 但人家明明是团宠好吗 不管杨子和哪位男明星搭档 不仅能带火 更是能CP感十足 比如和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 有多少人看完这部剧 不可余生夫妇的 这简直太甜太美好了吧 感觉粉红色泡泡都要溢出来了 而肖战也是非常喜欢杨子的 在片场和他一起飙歌 担任专业摄影师 这些都说明两人的关系真的很好 在一次采访中 肖战也直言杨子越来越会聊 而且杨子也说 肖战也变得越来越可爱 相信杨子听完都会害羞吧 两人这是在赤裸裸的撒狗粮啊 回顾之前两人的点点滴滴 谁能不说一句太甜了 凭借着一部电视剧 就能让大家磕得这么疯狂的CP 想必杨子肖战还是那鱼第一对吧 两人的余生 积压了三年多久 本以为会扑街 没想到收拾爆火 更是让两位主角冲上顶流 可想而知 这部剧的魅力有多大了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余生夫妇一直让大家无法自拔 两人不仅甜还配一脸 这该死的CP敢谁能不爱呢 当杨子穿了一袭白裙亮相时 肖战直接是看呆了 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姊妹 这表情也是出卖了一切啊 如今的肖战可谓是如日中天 在娱乐圈中更有一席之地 而杨子也是越来越火 演技更加是毋庸置疑 两人一直都在共同进步 再来看看片场的两人 真的是太甜蜜了吧 肖战也是无时无刻都在照顾着杨子 这不得不让人磕起来啊 大家说什么事呢 余生这部剧到底有多成功 不仅收视率第一 还能让这一对CP从电视磕到现实 肖战杨子究竟有多好磕呢 两人的每一次举动都太过于甜蜜了 不仅是我们在磕 原来全剧组的人都不放过 然后等到我们俩正在一起那一刻 你就看所有人都 真的是欢呼 连演我爸爸妈妈的 李老师李女生在那 耶 肖战也曾在采访中 余缕夸杨子 说了很多了 包括在拍的时候 非常的好 我认为 合作挺愉快的 我跟他拍挺真实的 你们看到的跟他 私底下在我面前 没有什么反差 两人的这一个抱抱 聊动了多少人的心 战哥这笑容都快要笑到后脑勺了 两人相拥在夜晚 这一幕真的能被称为甜宠剧的名场面 片场的两人还会一起用防晒 不得不说两人的关系真是非常好 这一对视我能看好久好久 姊妹的性格一直都是大巴烈烈 但是在战哥身边的他 每次都是娇羞可人 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现在我们不知道 他们究竟有没有在一起 或者是在一起过 但是两人的CP真是好好磕 而且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这也是必然的 大家觉得呢 肖战在采访中说自己是个很刚的人 没有人能够强迫自己 自从余生播出之后 肖战直接成为了顶流 随着流量越来越大 肖战的绯闻也更多 而最多的则是李沁和杨子了 面对李沁的绯闻 战哥成了打架小能手 而面对杨子却一直没有任何反应 这不得不让大家觉得 这算是默认了吗 而从肖战这次的采访中就能知道 如果不是肖战自己默认的话 是没有人能够强迫他的 这是在回应和杨子的绯闻吗 两人不仅在片场十分亲密 就连每次同台都能狂撒狗粮 坐在一起就一直在说悄悄话 眼神里更是充满了爱意 帮杨子撑伞 两人吃饭时甜蜜互动等等 这些细节上的糖点 原来都是刻意为之 不得不说两人真的是太会了 余生夫妇也是太好嗑了 战哥姊妹又在暗戳戳撒糖啊 先是小事喊话谁更心动 再是影音会回应心动1005次 太甜了 杨子这几年在娱乐圈 可谓是风生水起 完全算得上是顶流了 尤其是和肖战合作余生后 更加是火上家火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两人的关系也一直让大家好奇 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 两人很像是恋爱中的情侣一般 实在是甜 虽然两人很久没有同台 但是一直都在暗戳戳的互动 尤其是很多时候 杨子工作室发了动态 肖战就会跟着营业 这不得不让大家觉得 两人这是暗戳戳的在秀恩爱吧 这部前几天 杨子工作室发了一条动态 喊话谁会更心动 不料肖战影音会 立马发了一条肖战跳舞的视频 还配文心动1005次 这小细节也太过于好磕了 真的是太甜了 从这些种种都能感觉到 两人真的是音隙生情 大家觉得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